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穿的太透明的那种 都是有身材的 有料的 像我们那样就不会穿的很特别 刚才穿透明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展示自家 为了更好看嘛 有的女孩子喜欢那样穿 那也是人家一种风格吧 身材好人家才会那样穿 我一想穿可是我穿不出来 不会啊 自己喜欢就好了 所以自己喜欢 重点是自己喜欢就好 不要在别人的看法 我觉得漏啊 太那个 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你会不会觉得夏天的女生穿太透明了 不会啊 怎么说 凉快 凉快所以说无所谓的嘛 也不要太透了 就比如我就能接受的程度就行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 我不会穿的太透明 因为会晒 会便飞 就算你那些就是东西防晒涂了再多 都没有物理防晒来的重要 真的是 我就试过 就曾经就是不穿 就是裸着就是穿少一点 然后涂防晒涂了好几次了没有用 就是还是要就是穿很厚 就是把它都挡住 所以你觉得那些穿透明的是不怕晒吗 对 要不就是过白的 就是晒不怕的 要不就是不怕晒的 你觉得男生的哪些话最不能信 我没生气 哪想说我没生气 哪想说我没生气 我跟其他女生只是朋友 就如果我最像了后 和另一个人就 如果只是那种朋友关系的话 我也会相信那种 我就蹭蹭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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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相信这个 这个 经常来说都不能相信吧 男生哪句话能信呢 就是比游戏这句话更不容易 对 我下次保证不这样做了 为什么 就是我老公常说的 做不到 那做到这种还有其他的吗 就是我打的最后一次游戏了 每次说完这 下次还是一样在打呀 我爱你一辈子啊这种的 为什么 就是说生活当中 它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嘛 因为它这个话就比较笼统了 你知道吧 因为说的难听的 就是有可能就是明天 万一有个什么意外 有可能你人都不在了 对吧 那你怎么爱一辈子呢 你说是不是 什么话都不能信 男人的整片人的鬼 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他一两个小时不找我 然后就会生气啊 就是他会来找你 然后你就会让你养着多有习惯 然后如果他突然就没有找你了 然后你就会想念 就习惯了 吃一顿饭以后 这个分是在我恋爱的阶段 就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乐点时间可能会这样 半天 一日不见卢哥三秋嘛 喜欢就可以想要一起见 可能两三天吧 因为 其实就是这样啊 就跟我男朋友两三天没见 可能就会想他 可能就工作忙了 然后工作性子的问题了 我不可能天天能见面吗 一两个月吧 我不太年人那种 就是我觉得就 就我自己不太熟悉年人那种 因为我平时自己的事情也比较多 然后我一般是忙的时候 就不会想别人 不忙的时候可能会想别人 把我举起来的时候比较好 就可以把我举高高 还有其他好处吗 打架的力气比较大 万一我受欺负的话 可以帮我打人 怕他打人是怎么样 也比较大 打我的话那就换一个 走路的时候可以被他抬起来 喜欢被他抬起来的感觉吗 感觉很酷啊 就证明自己很轻很瘦嘛 比较有安全感吧 你想一个肥嘟嘟的 跟一个身材很好的 那个身材好的那个 比较又好看又有用 比如说你比较轻 你知道男朋友比例长就是什么 公主抱呀 举高高呀 像女孩是多少都有一种 种那种感受嘛 男朋友比例长肯定比那种 柔柔弱弱的看起来肯定好呀 你要知道就是像那种 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姐姐 和那种谈过恋爱的小姐姐 是不一样的吧 像那种偶像去看得多 像我最近看那个 是我们暖暖的小时光嘛 像那种公主抱和举高高 肯定就不大一样嘛 多多少少都有点向往 怎么感觉吧 可以背吧 可以背 对啊 就是手劲很大 对啊 他没有力气怎么背 那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有力气嘛 然后还挺好的吧 可以坐在手臂上 比例强 可以抱的动物哦 因为我感觉 公主抱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对我觉得 比例不强的话 如果公主抱的话 肯定是 会比较困难 男人和钱 你会选哪个 男人和钱 你会选哪个 要看情况吧 如果说那个男生 是我特别特别爱的话 就肯定会选 因为喜欢一个人 只要他上进的话 就以后物质生活 就不会差到哪里 如果那个男人是我爱的男人 我选他 如果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就选钱啊 看有钱的男的 好像非常难得 有一位女性 看他对我好不好吧 有钱 因为有钱的 还怕没男人吧 因为有钱的 还怕没男人吧 那要看这个男的喜不喜欢我 是不是真的爱我了 如果不是真的 像那种平常的渣男 那肯定是钱 为什么不直接选钱啊 就一个爱我的男生 然后我可以和他一起努力赚钱 就钱也会有 然后爱我的男生也会有 如果只是选钱的话 那爱我的男生就没有了 目前来讲还是像男人吧 因为我心里还有人 肯定还是会比较看重感情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 当到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 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觉得 钱比较重要吧 因为钱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 手机有电 暴力有钱 重要呀 就是对你自己的情感吧 增加那种新鲜感甜蜜感 能促进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吧 重要吧 挺重要的 怎么说 就保持新鲜感的一个方式吧 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不管是生活 不管是对恋爱 还是对于个人来说 仪式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这能给自己的心和思想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抚慰的方式 你觉得恋爱和仪式感重要吗 应该挺重要的吧 女孩都应该喜欢仪式感吧 为什么 因为 读男都不喜欢吧 那我为什么读男不喜欢呢 恋爱经历人也少 我感觉女孩都应该喜欢这个 重要 怎么说 因为那样才觉得那个人爱你 如果他没有仪式感就不爱你了 那也不是 但是他会那样才觉得他把你放在心上 看情况吧 觉得有必要告诉就告诉 没必要我就不想说 如果那个男的让我觉得 他突然对我不好了就告诉他 如果还好的话 因为我觉得就算有人追我 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啊 就没必要说 会啊 我就会告诉我男朋友啊 为什么 坦诚嘛 就是有谁追啊 那人叫什么 我一般都会告诉我男朋友 男生会吃醋啊 会不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其实我觉得这样更好 男生大多数都是有大男子主义的嘛 他如果跟你在一起前九了 男生一般都会比较厌烦 但是如果你这时候告诉他 我有追求者 然后男生一般就会吃醋 但是就会更加对你好 就觉得有竞争对手 可以告诉也可以不告诉 是他自己的权利我觉得 那如果是你呢 我应该会输 因为我觉得他有权吃的 但是他会吃醋呢如果啊 他吃醋那应该的呀 会啊 为什么啊 因为不想跟他有秘密什么的 他如果就要吃醋呢 就不要跟那个男人联系咋的呀 接受这么多 肯定会告诉 因为想让他知道 他女朋友也是有威力的 但他如果会吃醋呢 吃醋让他吃醋呗 就故意让他吃醋的 好 男方给10万台里 你说应该赔价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平等的吧 他给10万 那我应该也差不多 10万或9万左右吧 就人人都平等 不能讲说 说男孩子就应该多给一点女孩子 就应该说我都收着 我就不给什么样的 或者女孩子就 应该说一种优势的态度吧 就是用钱来放量的吧 不看办法的吗 一半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东西是不是所谓 行色一样 10万啊 男女平等嘛 但是他不能打我 所以我不能打他 就是不打你的10万 还能以平等 对 10万或者10万以上吧 至少 至少是让男方看得起嘛 这是一个地位的东西 我觉得女方应该拒绝 10万彩礼吧 我觉得彩礼这个东西 就是不合适的 我觉得男女双方 他应该因为互相喜欢 或者适合在一起 然后 而不应该因为你们给了多少钱 然后我就嫁给你 我就觉得有点买卖的心 在那边 所以就不喜欢给彩礼 女方这边的话 给彩礼的话 就是也是一份心意吧 因为女方的父母 把女方养大也不容易 对吧 对女方的父母来说 这个彩礼的话 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吧 就不一定只一笔钱对吧 他还有其他的意义啊 温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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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